爱心娟卵到底有多可怕 很多人以为爱心娟卵跟爱心献血一样是做好事 但背后的真相比你想的更黑心 所以今天老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女性娟卵的秘密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2018年广东一名14岁的女生小娟 两个月时间里赚了一万块 在家里人都以为小娟找到一份赚钱的工作了 可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发现小娟身体日益消瘦 唯独小腹肿胀了起来 再把小娟送到医院后才发现 小娟在某机构做过取卵手术 一万块钱就是取卵之后的报酬 这样的案例在我国并不少 就在今年7月 江苏一名20岁的女大学生 为了赚零花钱 也跑去去某慈善机构圈卵 慈善机构的人告诉女生 圈卵是爱心行为 主要是帮助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家庭 听到这话 女生很快就上了当 心想就举出几个卵子能出什么大事 结果没过几天就开始上途下泄 无其困难 腹腔和胸腔大量积水 肿胀的就像十月怀态的孕妇 那么取卵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可怕的现象 二十颗卵子能卖三万五千元 女性捐卵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几年女性买卖在我国变得越来越常见 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捐卵小广告 爱心慈善友常 这些捐卵广告上出现的词 都是为了诱骗女大学生 一旦你信以为真 拨通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 或者加上了对方的微信 很快你就会落入捐卵的圈套中 对方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 会不直接告诉你捐卵的真实过程 只会跟你谈好价钱 然后告诉你捐卵对身体没有伤害 手术过程一眨眼就过去了 而且告诉你捐卵是一种慈善行为 从道德层面让你对捐卵产生更大的兴趣 但当你线下去到捐卵地点 你就会发现那里是一个正规的中介所 工作人员会将你带到一间昏暗的房间 给你打上排卵针 因为正常女性一个月就排一颗卵子 而捐卵需要的是十几二十颗 排卵针能够刺起你的卵巢 排放大量的卵子 打完排卵针之后 取卵的人甚至不会给你打麻药 因为麻药很可能会破坏卵子的活性 他们会拿出一根几十厘米长的取卵针 直接刺入你的体内 刺穿你的阴道 刺入你的卵巢 然后将卵炮使劲抽取出来 这个过程你会感觉到剧烈的疼痛 但更痛苦的还在后面 三十厘米长的钢针直接刺入卵巢 这只是卵巢经历的第一步 为了能取出十几二十颗卵巢 钢针会反复地在卵巢上穿刺 直至卵巢上被扎出十多个窟窿 而当卵子被取出来之后 这种窟窿并不会马上愈合 而是会导致卵巢内出血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取卵之后 会一直出血 就跟来大姨妈一样 在出血的同时 还会伴随着腹痛腹胀 更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导致脏气受感染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最后可能要摘出整个卵巢 才能保命 拆除卵巢的后果就是终身不孕 现在你知道女性绝卵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了 所以我国很早之前就颁布法律 禁止女性绝卵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绝卵交易都是违法的 很多绝卵交易的背后 其实是遍女性接待或者代孕 这些行为在我国都是违法行为 大家一定要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 辨别社会的险恶 但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另一个疑问 男性绝经为什么不经止难 男性绝经在我国是合法的 绝经的过程要更安全 并不需要在男性身体上动刀 或者开个窗口出来 只需要男性自己动手 就能达到绝经的目的 而男性绝经确实能解救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 所以国家一直在号召身体健康的男大学生去绝经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 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